除了限制营业时间 政府如今规定民众逛商场不得超过两个小时 今天更出动了超过2000名执法人员 在各个购物中心抽样检查 确保民众严格遵守规定 国内贸易及消费人事务部今天发文告示出 2262名执法人员今天在各个场所抽样检查群众 以确保没有人逗留超过两个小时 为了确保民众遵守现实逛街的规定 当局呼吁民众应该提早规划采购行程 一旦买到自己想要的用品便要离开商场 以免人潮拥挤增加感染新冠病毒的风险 一旦执法官员发现有顾客在商场购物超过两个小时 可以依据1988年传染病预防及控制法令开出罚单 金额应情况而定